Hello,大家好,我是Axton 这期影片我将向大家分享我将我的主力笔记软件 从印象笔记转到DemonSync的主要原因 印象笔记是我的第一个笔记本或者说资料库软件 后来转成了OneNote 如果我使用Windows电脑的话 我肯定会继续使用OneNote 因为OneNote最强的特性 就是它像一张自由的无限大的纸 而思想恰恰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 只是后来我转向了Mac电脑 所以最终确定了使用DemonSync作为我的主力应用 印象笔记或者说Evernote 在中外都有很大的用户基础 而DemonSync在国内的用户不多 但是在英文世界却有着广泛的用户的基础 这主要是因为有三点 第一,DemonSync没有中文版 也因此显得价格很贵 第二,在DemonSync 3.0之前 它引以为傲的智能关联分析功能 不支持中文分词 第三,它的界面不够美观 打开印象笔记的主页 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主题 使用印象笔记管理你的第二大脑 第二大脑这个名词起源于外脑这个概念 最早在2003年就有老外把DemonSync笔作了外脑 二者都可以称得上是外脑或者第二大脑的鼻祖 那么谁是最强的第二大脑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Axtun 我的频道是向大家介绍与效率相关的APP 科技以及知识方面的内容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并点个赞 您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 在对比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二者的价格 因为如果价格差距过大的话 那么笔脚则丧失了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印象笔记的价格 再来看看DemonSync的价格 DemonSync是买断制 它不像印象笔记一样是属于订阅制 DemonSync的价格看起来贵很多 但是要知道DemonSync是没有中文版的 所以笔脚价格的话 它应该去和国际版的Evernote来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版的Evernote 所以这样看起来 它们价格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距 DemonSync的功能很多 不是能在一个视频中就可以讲完的 后续我会逐步制作相关的 使用介绍的视频 本期视频主要是介绍 我为什么倾向于使用DemonSync 作为主力的资料库软件的 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笔记文件的管理方式 这一点是我转向DemonSync的主要原因 屏幕上左边是DemonSync的界面 右边是印象笔记 印象笔记本质上是一个笔记软件 它所有的笔记都是使用自身的ENML格式进行显示 并且存储在自己的一个私有的数据库当中 我们只能从印象笔记中看到和编辑这些笔记 而无法从Finder或者资源管理器中看到 也无法使用外部的编辑器进行编辑 这个特点对一个纯笔记应用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虽然它依然存在着单数据库带来的性能和容量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使用场景中 我们并不是只需要管理笔记 我们还需要管理各种格式的文档 图片 音频 视频等等 在印象笔记中文件虽然可以作为笔记的附件 我们把一个文件拖到印象笔记里头去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文件的附件来插入 同时印象笔记也提供了一个素材库 Library的功能来对文档图片和音频进行一个集中管理 但是它只能是针对文档类 包括PDF和Office文档 还有图片和音频 只能对这几个格式的文件进行集中管理 所以说印象笔记它并不具备真正的文件管理的功能 这体现在我使用印象笔记的时候 我是无法脱离开资源管理器或者Finder的 我必须还要使用资源管理器创建不同的目录 分门别类的存储各式各样的文档 当搜索资料的时候 我就需要在两边分别搜索 为了保证笔记和文档的一致性 我的笔记本的结构和文件的目录 也得尽量的保持着一致 而DevonThink不同 它本质上是一个文件管理软件 它是可以完整的替代资源管理器和Finder的 首先它可以有多个数据库 这是其中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创建一些新的数据库 包括一个新的加密的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可以随便创建一个 这就是一个新的数据库 其次对于DevonThink来说 它的笔记本质上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它的一条条笔记实际上是一个个单独的文件 也因此它的笔记和文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比如说这条笔记是一个副文本格式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发音的中就是一个RTF的文档 DevonThink支持的笔记格式有很多 可以创建纯文本还有副文本Rich Text Formatted Note Markdown HTML的页面 以及电子表格 同时它也可以创建书签或者是RSS的Feed 同时DevonThink它支持很多格式的预览 不光是文本格式PDF Office文档脑图 对于文件的管理 一方面可以将文件直接存到DevonThink的数据库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导入 把一个文件导入到DevonThink当中 另外也可以将文件保留在原来的地方 而只是使用DevonThink对这些文件进行索引 从而能对这些文件进行搜索和管理 同样我们可以从文件菜单中看到 Index Fails and Folders 就是索引文件和文件夹 比如我们拿这个文件夹来做一下测试 这样这个文件夹的所有的文件都会被DevonThink来进行索引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索引文件夹里头 创建一个新的笔记 比如说一个Markdown的笔记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档同样出现在这个Finder的原目录的位置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Finder里头新建一个文件 这样这个新建的文件它也会出现在DevonThink里面 在DevonThink里面它的文件具有丰富的属性 我们可以从DevonThink的最右边这个窗口可以看到 对一个文档它会有名称别名URL等等各种丰富的属性 通过这些属性可以对文件进行更精细的管理 也可以对一个文件设置一个提醒 我什么时候去读这个文件 同时我可以在这里对文件进行批注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目录 对于PDF或者Markdown等这些支持目录的文件来说 就可以在这里头把它们的目录显示出来 这是其他的一些属性作者标题等等 这一部分 SeeAlso和Classify 这就是DevonThink所引以为傲的智能分类的功能 这个后续我们会讲到 第二点安全性 首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二者的安全性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从隐私保护的角度 DevonThink会更好一些 因为安全的第一道大门是系统的安全 无论是Windows系统还是Mac系统 都提供了固件密码和硬盘加密的功能 这能保证我们即便在电脑丢失 硬盘被人拆走之后的数据的安全性 安全的第二道大门是用户安全 也就是我们登陆Windows系统或者Mac系统的用户 这能保证即便让别人使用我们的电脑 他们也不会访问到我们死有的内容 安全的第三道大门才是各个应用系统本身的安全性 对于正规的云服务的提供商 使用业界标准的传输安全和存储安全 已经足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从应用的安全性上来说 DevonThink属于本地应用 它的数据库是本地数据库的 并且支持数据库级的加密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将数据库同步到哪一个网盘上 例如iCloud, Dropbox,坚果云等等 所以可以这么说 对于DevonThink 隐私的安全性是由自己掌控的 而印象笔记属于云端应用 目前不支持笔记本集的加密 仅支持笔记本中的文本加密 和客户端的密码锁 使用起来略微不便 至于印象笔记的传输安全和服务期端的安全 则完全不是用户所能掌控的了 2016年底爆出的印象笔记更新隐私条款的事件 在当时的网上也引起了热议 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担忧 第三点,资料的整理和搜索 印象笔记对于资料的管理使用两个维度 一个是笔记本,可以实现三个层级的管理 包括笔记本组,笔记本,以及笔记 另外一个维度是标签 标签是一套无限层级的,可以签套的一个系统 典型的标签类似于这个样子 印象笔记的标签系统支持签套分级 但是这种分级仅仅是体现在对标签的管理上 比如在侧边栏,标签部分是有层次结构的显示的 但是对笔记并没有强制的保留标签的级别关系 也就是说,我对笔记可以只打上子标签 而无需打上副标签 所以,印象笔记如果需要进行多级别详细的分类管理 只能依靠标签来实现 这带来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将来的迁移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有一天你不用印象笔记了 需要将笔记导入到另外一个应用当中 那很可能那个应用不支持印象笔记的标签 这就需要你对这些笔记进行重新的整理 而DoneThink对笔记的管理 看起来也是两个维度 一个是组 也就是文件夹 这就是一个个分组 另外一个是标签 那为什么说看起来是两个维度呢 这是因为实际上DoneThink的组和标签 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并且可以把二者设置为同样的对待 只是在使用上稍微有些不同 比如说一个笔记 它可以有多个标签 但是它只能在一个分组里面 因此DoneThink它对文档资料的管理是无限层级的 它的整个管理级别是 数据库 组或者标签 然后就是子组或者子标签 与印象笔记的不同在于 DoneThink的标签级别是有继承关系的 也就是说 对笔记打上子标签以后 会自动的打上副标签 另外资料整理过程中的链接 对于建立一个知识系统也是很有必要的 也几乎成为了类似软件的标配 印象笔记可以通过拷贝和粘贴笔记链接来达成这一目标 这样我们就将另外一条笔记的链接嵌入到了当前笔记当中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来插入链接 相比较而言 DoneThink的链接会更为丰富一些 首先它也支持像类似于印象笔记那样的文档链接 另外对于PDF文档 它还支持页面的链接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跳转到PDF文档的某一页 我们拿一个PDF文档来做一下测试 比如说这个文档吧 我们随便找一页第七页 那么我们在这就可以选择拷贝页面链接 这是我们粘贴这个链接 如果我们点击链接 大家就会看到 它会跳转到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PDF文档的第七页 这就是它对PDF的页面链接的支持 还有一种链接的支持 是它支持自动的wiki链接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如果文章中出现了某个笔记中的名称或者别名 它会自动的加上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输入的文字当中出现了和某一个笔记 名称相同的文字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加上到那条笔记的链接 现在我们来看看对二者来说 都是重量级的功能 搜索 印象笔记的搜索功能 是它的杀手剪辑的功能 尤其是对中文的完善支持 更是多年来的优势 而DevonThink在3.0版本之前 由于不支持中文分词 导致它的中文搜索及智能分类的功能几乎不可用 但是在去年推出了3.0之后 其搜索能力和智能分类的优势则凸显出来了 首先我们来看印象笔记的搜索结果 我们在所有的笔记当中搜索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数据库关键字的笔记都会被搜索出来 莫认为按照相关性来排序 另外印象笔记还有一个上下文的功能 能够显示与当前笔记相关的推荐笔记 只是一方面不知道它什么情况下会显示出来 感觉时有时无 另外一方面推荐的内容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如果您知道如何调出相关上下文的显示 请留言分享一下 谢谢 再来看DevonSync的搜索 同样我们搜索数据库 需要说明一下 DevonSync和印象笔记当中的文档内容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为了测试我是使用的同样的一些从网上搜集的各种文章 DevonSync的搜索结果同样是按照相关性的排序 并且按照彩条来显示了相关性的大小 与印象笔记来对比结果 二者在第一页搜索结果当中 二者相差不大 对结果的相关性判断基本一致 但是再往后面 明显印象笔记显示的笔记和数据库的相关性就不足 比如他会把这条笔记 AutoDraw 利用机器学习为不会画画的你开挂 他会把这条笔记的相关性排列到 打通MyCycle架构和业务 排列到这条笔记之前 这明显是不合适的 而DevonSync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他排在前边的都是跟数据库密切相关的技术文档 DevonSync在最右边的窗口 他是以段落为单位列举出所有符合条件的段落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DevonSync的智能分类的功能 首先他会根据文档的内容 智能判断应该归到哪一个分组里面 上半部分就是他认为应该归到哪一个分组里去 印象笔记的整理助手好像也有类似的功能 只是我没有再用过 同时在右边窗口的下半 他会将以当前文档相关的其他文档 按照相关性的顺序进行排列 这三点是我从印象笔记转向DevonSync的主要原因 以上说了很多DevonSync的优点 那么DevonSync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界面比较丑 尤其是编辑界面 比如对于Markdown的编辑 他远远不如Type Pro或者熊掌记来的赏心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愈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愈